屬老虎的朋友,今年犯了破泰税 所以上半年的运程一般 新年新路线,天马旅游带你玩转欧洲,朱连行大运 到下半年,有转机 因为今年有两大吉星 首先我们有这个国欣,另外一粒吉星就是泰音 这两粒吉星可以帮你逢空发吉 首先讲讲财运 财运方面,今年投资方面是可以找到吃 不过要注意一定要信自己 不要听其他人说,我的小人分分钟滑到你摊腰 最重要是信自己,有信心的话 你在投资方面今年可以找到钱 至于爱情方面或者感情方面 如果你是拍拖很久的 还未拉天窗 今年不妨考虑一下 因为今年对你来说,如果拉天窗的话是不错的 至于结婚很久的朋友,今年你又要小心 小心些什么呢?有第三者出现的 多加留意 至于健康方面,大家都要看看 因为熟老虎的朋友,今年真是老虎 为什么?很容易发脾气 好鬼暴躁 而且也要注意肺 不知是否被人顶得多,所以整天搓着搓着 所以一定要注意肺 以及尽量不要发那么多脾气 事业方面,今年晋升机会是一般的 但是你记住,事业运是不错的 不要发脾气,沉住气 这样就可以帮到你了